好 我們來看到蘋果創辦人賈伯斯過市之後 公司的業績 股價跟市值頻頻刷新記錄 所以如果我們單從數字上來看的話 庫克他的這個接班人 他在經營上的成就是遠遠超過賈伯斯時代 但是有不少基本教育派的國分就開始詬病 蘋果的創新還有他的設計 他們常常說 要是賈伯斯在世的話 絕對是不可能容忍 或者是講這個 賈伯斯還好看不到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聽到好幾次聽到這樣的話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看到蘋果現在花了將近十年 才孵出一項全新產品 是他們的頭戴裝置Vision Pro 結果外面還掛著一個外接電池 像是尿袋一樣 也讓很多的國分就感嘆 蘋果的創新靈魂已經失落了 若要問世界上有哪家企業富可敵國 蘋果可能是許多人 腦海中浮現的第一個答案 蘋果市值近三兆美元 相當於全球第五大經濟體 年一收近四千億美元 超越很多國家一整年的歲入 而從蘋果全球活躍裝置數量超過二十億台來看 蘋果帝國統治下的果粉 人數同樣龐大 過去十二年 蘋果執行長庫克帶領蘋果不斷擴張全球事業版圖 用跌創新高的獲利與股價數字 反駁了所有在賈伯斯離去後暢衰蘋果的預言 延續蘋果的傳奇與榮耀 然而一些資歷最老的忠實果粉 卻感覺如今的蘋果仿佛缺少了什麼 蘋果首款頭戴裝置終於現身 之前外界一直將這款裝置視為 繼iPhone之後蘋果最重大的硬體產品 然而真正發表後 外界似乎並沒有多麼驚喜 蘋果產品一如既往高貴 人們討論的焦點也圍繞著價格銷售 與股價表現 從前每當蘋果發表 新品的激動感似乎漸漸減弱 和賈伯斯時代大相徑庭 一個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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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得懂嗎 蘋果前執行長賈伯斯被老對手 微軟創辦人蓋茲 譽為活在未來的男人 當年iPhone橫空出世 徹底顛覆智慧手機產業 引領了一整個時代的科技蜂巢 他獨特而超前的設計理念 定義了何謂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讓無數國粉為之傾倒 著迷 奉違信仰 進年蘋果事業規模越做越大 庫克的經營長財早已備受肯定 但與對產品每一個細節 精雕細琢的賈伯斯不同 庫克對產品研發參與得很少 包括這款可能成為 他的蘋果生涯中最重大創新之一的Vision Pro 蘋果龐大的用戶基礎 和相對封閉的生態系 為庫克拓展服務事業 提供了最佳土壤 這些年iPhone陣營持續壯大 許多新用戶從Android跳槽iOS 想使用蘋果的服務是一大原因 蘋果的商業帝國或許將繼續昌盛繁榮許久 但逐漸失落的創新靈魂依舊讓人懷念 近新聞 劉立貞 林重昊報導 好 我們看到蘋果發展到現在全球有超過五百二十家的直營零售店 其中一半以上就在美國 那根據外國媒體彭博報導 未來四年之內蘋果打算要再開新的 或者是翻新高達五十三間門市 其中亞太市場就會是一個展店重點 我們先看到蘋果在北美的大本營 預計會新增四家的零售店 另外有十四間的門市會換地點 或者是翻修升級 那在歐洲跟中東其實也差不多 未來四年預計會新開五家零售店 有九家門市會進行搬遷或翻修 那在亞太區域數字就比較高一點 到了二零二七年 可能會新增或翻修高達二十一間門市 其中全新的蘋果零售店會多達十五間 那儘管我們看到現在美中關係這麼的緊張 但是蘋果還是打算在中國新增七間門市 印度也會新增三間 那你可能不知道蘋果的零售店 其實分了四個等級 從最普通的零售店 它的一年的營業額通常是超過了四千萬美元 那接下來高一等的叫做Apple Store Plus 通常是在戶外的商場或是城市鬧區的街道上 它的營業額比較高一點有來到四千五百萬美元 那如果你的地點更熱鬧裝潢又在更高級的話 蘋果的旗艦店它的營業額可以達到七千五百萬美元以上 至於從地段到門市裝潢成本都是最貴最貴的直營旗艦店 叫做Apple Flagship Plus 它一年產生的營業額也超過了一億美元 我們看到相照於蘋果在全球的活躍裝置數量突破了二十一台 我們來看到這個App Store它已經十五歲了 你應該非常熟悉這個圖示 這個圖示是什麼呢? 也就是你用來下載軟體的商店 其實它從2018年上線到現在 這個App的下載次數累積已經超過了三千七百億次 而且目前App Store它提供的應用程式的數量 其實已經跟2018年比的話已經超過了一百二十三倍 等於整個數量非常多也非常的完整 那它的年下載量一年的APP下載次數 則是當初的十五倍以上 每個禮拜要訪問這個 會點進去這個App Store裡面的 每個禮拜都有突破了六點五億人次 那我們來看到的是開發商的部分 如果沒有開發商 蘋果的這個生態性沒有辦法完整 其實從2008年以來 iOS的App開發商累計的收入超過了三千兩百億美元 那另外這些開發商光是去年賺進來的錢 如果跟2009年來比的話是一百二十六倍以上 那在App Store上線的第一年 開發商一共來自六十九個國家 但是發展到現在已經遍佈了全球兩百多個國家 那從前開發商它開發的APP 它的下載跟收入 大部分都是來自自己的本土市場 不過現在完全不一樣 有超過一半來到百分之五十四 它的下載量是來自開發者所在地之外的市場